字幕志愿者 李嘉誠 倡康公屋提前上樓 設兩工作組檢視公營房屋及土地供應 以上我只是作的 原生的題是李家超 不是李嘉誠 但我初時想 如果把超字改成成字就不得了 直接說粗口 T.M.D. 不得了 你看我的Facebook或IG 李嘉誠不是這個家 李嘉誠是家庭的家 李嘉誠是家頓的家 即是要改兩個字 家庭的家和超人的超 變成家頓的家和忠誠的家 我笑了很久 自己寫完自己就笑 如果這條題或這件事 那個人變成李嘉誠 真是不得了 樓盧末日 然後再想深一點 幻想空間說 李嘉誠會不會說這些事 或者會不會做這些事 你不要做夢 再想 再踩到最深入的是什麼呢 剛才我報告出來有人回應說 車廣姐 我反而不是這一點 我反而會順順的 10個信我給他5.1個 為甚麼 新官上任那件事 我早就說了 他任何一個人做都一定好過七婆 繼而他上任前 到上任後 他一定要最少做一至兩件事 令香港人覺得惡禮 惡禮嗎 惡禮嗎 知道是甚麼惡禮嗎 港式英文嗎 我一開始想 他會不會一上任就第一件事 先整個通關呢 很重要的 你不喜歡大陸那件事 通關對於香港人來說 很多單純只是說 不要說最小別離多的家庭 家庭 家庭 老婆子女在大陸 不是那樣 是做生意 都很重要 只要做到這一點 我想超過一半香港人 是不會罵 賺是未必的 香港人的特性是喜歡罵不喜歡賺 就算你捐一千萬美公益金 都沒有人會賺 反而有些人說 你捐不捐捐美公益金 公益金的錢 你知道你用到哪裏 是會這樣罵的 香港人是很有趣的 很奇怪的 如果剛才說到哪裏 香港人很有趣的家庭 捐一千萬美公益 太開心了 自己在想這條題 我踩到最深入的 不是說他做不做 我猜他會通關 他說未做 未做 做不做到 我又不是不敢評論 你知道的 無謂評論 做不到第二個 反正我剛才那點說過 任何一個人做都一定好過七婆 我告訴你李嘉誠做還是李嘉超 只是劉德華做 一定會做一些事出來 安撫你香港人的順劣 等你們 老時你不罵 起碼你都不會出聲 你不讚你都不會出聲 罵他 沒用的 七婆 你不會罵才 起碼 掩住你的嘴 他還未做 正光 倡議公屋提前上樓 設兩工作組檢視公營房屋 還有土地供應 當然他還有說 訂工屋那些 例如未建好都可以入企 解決大家的居住問題 老實說 我是一個正版 正牌的香港人 我經常說香港精神 最真正的香港精神是甚麼 錢 這個沒得爭 從何時經濟起飛 80年代好 我家都是錢 香港人出名就是錢和現實 這是香港人的真正精神 我也是喜歡錢的 但是你想想另一半 不是每個人有錢到他置業的話 大部份的香港人 一定是沒有樓的香港人 一定為數是多過有物業的香港人很多 我只跟你說香港人 你不要說大陸人買樓 不是這些 如果他出這些招數 我想大部份香港人都可以 正所謂順劣 有屋給你住 正如我經常說香港最好是怎樣住 你有間公屋就無敵了 沒有病沒有痛沒有事沒有幹 沒有犯規沒有犯法 或者沒有違規 公屋有些違規的 你收入超出或者有些人住在裡面 你基本上可以住一輩子 最好是在公屋 你有私樓你用來炒 可以十年前 今時今日 我不知道 我一直都說早幾年 早幾年這些朋友身邊的朋友上車 我們神經病 不會跌到你趴街 但你不要想著我們來炒 以前是明白的 從小到大 有一層樓 按了他買樓 按了他買第二層 租給人租 幫我供樓 很快就有第二層樓 今時今日你自己想 這招是不是work 你自己想 總之大部份人 其實我是welcome 但另一方面 我當然是喜歡淺 老老實實 身體最優勢 但我也welcome 你是否解決大部份人的居住問題 這是一個好事 經常都聽到安居樂業 首先安居 面那一層 給你一個house 不是給你一個home 好過沒有 如果做到這一點的時候 當然你要爭辯的人也會爭辯 那怎麼辦 給他公屋 那怎麼辦 環境不行 那些 那個氛圍不行 逐樣來 好過沒有 簡單來說 如果他真的做這件事 我就welcome 雖然那邊商 我是喜歡淺 我就會知道 如果他真的這樣做 我意思是說 現在這篇文章 跟回他真正的題 真是李家超 不是李家成 李家成 我是說笑的 對於樓勞來說 都爭爭烏 你明白就明白 沒理由不明白 很容易明白 不知道 香港的樓市是貴到畸形的 你聽我之前發夢 如果中威力彩有8億9億台幣 我第一時間做什麼 台灣買一搭樓 台北市 不管你多貴 隨便不用看價錢 然後去日本一戶見 一戶見 建一間西班牙別墅 兩層 透天的 前面有個花園 我沒有說過在香港買的 還要嚴重 你買完移民 不是 我不是移民 前面我發夢 我中了9億台幣的威力彩 我終於在那裡買 有空去住2、3個月 然後又去日本住2、3個月 都不想香港 看一看 這東西要很長遠 不是馬上說馬上有 當然如果他加大力度 一心去做這件事 一刀切 跟爺爺的一刀切 是可以很快 我深信一年半再搞定 真的 有很多樓正在建 又或者現金的建樓水平 技術 要建一搭樓有多難 如果你全部一百分之一 跟足爺爺的 要建一搭樓更加快 但你不要想安全不安全 又另一件事 我的心就是 我重複說 我是喜歡錢 我是真正香港人 但大部份的香港人 需要居住的話 又是真的 這是事實 不要緊 我一直都不是黃 不是藍外綠 站在中間 好事 另一件事就是 他好像沒有說 通不通關 我看他 看通關 通不通關 其實是說的 我一早都說 我個人意見 多少數字是你說的 你什麼時候告訴我 好轉 什麼時候告訴我 少人感染了 少人多人感染了 其實一路走來 尤其是近幾個月 突然你又說 要封這個封那個 又說很多人感染 轉頭你又 受到壓力了 說拜拜 不玩了 突然數字又不是四位數 只剩下三位數 然後你又開放了 唐食 諸如此類的 很有趣的 疫情是很跳脫的 病菌是會看著你做人的嗎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說 你講的 數字而已 真實病情 我說過很多次 不死就算 那條底線 不死就算 說完了 如果要小心一點 家裏有老人家 小朋友就小心一點 普通不死就算 沒得想太多 漸漸地去到今天 又有一宗 南韓開始 不知什麼時候 放寬 不用打口罩 當然全地球都沒有人知道實質 面那一陣 實質沒有面那一陣 實質沒有面那一陣 實質沒有人知道 疫情是怎樣 病菌是怎樣 面那一陣 底那一陣 我早就已經批死了 麻煩藥廠快點 高台貴手 不要搞那麼多事 錢賺不完 不要這樣 南韓 我看到 他今天出的 遲些就不用戴口罩 甚至很早期 一兩個月內 我看到一段YouTube影片 我沒有按進去看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你自己找來看 他就說 南韓有些人 故意去找一些染疫的人 有染了肺炎的人的口罩 目的就是想染病 然後不想上班 這個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他說南韓是這樣的 我不去評論或者不去深究 你看到很多全世界都在 正所謂一句話 與病毒共存 大家都知道玩法是怎樣 所以綜合以上講的東西 竟然通關都是你講的 不知道 想就這樣想 來吧 HiHi 2022年4月29日 星期五農曆3月29日 初五立下 今天是利伯 精神 早點錄給你 接近黃昏5時 哈哈 不是 我之前再鋪了一箱東西出來 鋪了一箱出來 TOMICA的車仔 紅白盒的車仔 裏面是TOMICA 不過不是盒面寫的36架 94號 94號是ISUSU的釣雞 是不是叫釣雞 我不知道那些叫什麼 工程車 釣雞的朋友 釣東西的那些車 你真是這麼八卦 想知道 你搜尋TOMICA 或TOMMY NO.96 ISUSU 你便會看到那輛車 我沒有那輛車 沒有什麼特別想要的 盒子是這個 唷 買36架 有得炒嗎 哈哈 不是 裏面是裝別的 我晚點開箱問你看 我為什麼不拍了才錄這件 因為我前陣子說 想拍一條影片 簡單BB班級數 告訴你 TOMICA 這些車仔 日本這些車仔 我小時候除了叫TOMICA 叫什麼 食物 一款打 roar 簡單BB級班 告訴你 早前有些台灣朋友剛入坑買給兒子 兒子剛出生不久 懂得買玩具車三歲 買一架給他 父母通常是買這些 女生可能買洋娃娃給他 男生就買機械人或車子給他 這個老爸台灣朋友買完之後他自己入坑 不停問我 有什麼分別?為什麼這架這麼貴? 我通常很快回答到他 以香港的價錢 例如我立即回答到他 這架多少錢?這架你出去找到小店 40元有的 你去玩具飯都成的 通常59元 很快就說到台灣的市場我不知道 我可以解釋給他聽 什麼系列什麼系列怎樣怎樣 台灣的價格是完全不同 每一個地方的價格都不同 每一個地方炒的車 受歡迎的車都不同 絕對不同 我想拍一段影片簡單告訴他 所以我在想要不要開箱這架 我不是介意這段影片拍出來長不長 我一向都不理 我都罰系又不是賺錢 我拍一個小時都是這樣拍的 你不要跟我說現在的影片要十幾分鐘 沒有人看 或者很長的影片就想你不要看 你有興趣三個小時的影片就看 這不是我說的 是我親身經歷 我經常看外國人的開箱文 露營片 動動動都兩個小時 我全部都看了 你當我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不是很速食 只是看面子那一陣 十分鐘開箱文廣播電話 就看完了 我看了 這部新出的 但看完你問回他 那部電話有什麼功能 多少錢 大約有什麼好 我怎麼知道 就只知道出了電話 香港人就是這樣 但是我要深入一點 我要知道 我可以歡迎你又熱配 你說你需要熱配的東西 讚的東西 照讀稿 讀閃稿 因為我一看我聽 我一看和聽我看得出還聽得出 你說完這集賣完廣告沒問題 麻煩你做一些你自己的心得 就算我是超級網紅 我怕得罪過廠商 你可以用第二招 你不要說自己的心得 比如說到缺點的時候 我不介意你炸雞 在網上有些網友說這部電話 我不介意你用這個說法 只要你告訴我事實就行了 我最討厭的那些 10分鐘就只讀閃稿 照讀 我出了那些 我用了你讀給我聽嗎 我上網就能看得到 所以那篇文章 為什麼我還不錄 5點鐘 因為我不是單純隨便拿三輛車 紅白盒 上品 黑盒 和TLV 我要找很多架出來 我一做這件事 首先我要開了其中一架 我想開給你看的車 然後我要簡單介紹 這三個系列是很長的 我只講紅白盒的商品 我剛才坐在那裡想 我都要拿起碼六款車出來 告訴你 黑盒就好些 拿三四款就可以了 再上一部TLV 都是拿三四款 不是介意這條片長不長 是我要找這些車出來 很煩 你明白嗎 我隨便拿沒問題 但我又想選一些有代表性 即是說 你見很多紅白盒這些 但有些不是紅白盒 但這個其實都是紅白盒的商品 你不要見這個盒 整個盒都是白色 或者這個盒都是白色加藍色 一點紅色都沒有 但它是紅白盒的商品 只是這三個系列 之餘 還有什麼 那些Q車已經不說了 還有另外一些TOMICA出的系列 有些九十多元 初樓已經跌到六十多元 也有 一系列七八架 按下去會亮燈 還有聲音 然後有些不是一比六十四的 一比三十二的系列 有一個系列 真正大工程 反而你說說 介紹和寫 用不需要寫script 完全不用 習慣了 早幾十年 拿著盒子的手 不停說 說十分鐘 最少最基本 拿出來就麻煩 你等我再想 布置天氣 聽聽 今天讀的脆文 不脆的 一篇文 我就覺得R.I.P. 什麼角度 火車怪的角度 如果你聽到我的內容 就知道我本身也是一個火車怪 除了一個宅毒褲之外 但我是一個陽光宅毒褲 我是會和正常人溝通 吃飯 茶煙飯 玩和出去活動的宅毒褲 不是全程躲在家裡 但我又喜歡躲在家裡玩玩 像什麼玩具 如果是用心黃人 不喜歡大陸 什麼原因 是直通車 心旺人說我不喜歡大陸的 乘甚麼直通車 對不起你真的不好聽 講到口臭 到處都有壞人好人 你不喜歡大陸 我不知道你甚麼原因 每個原因都有 我都有不喜歡大陸的地方 但並不是全部 全個地球都好 每一個地方都有西人和好人 還有大陸 我當你很不喜歡大陸的東西 當你是心旺人 你要記住 本身中國或大陸 我叫慣大陸 沒有貶義的 人們經常以為大陸有貶義 沒有 我覺得沒有 大陸就是大陸 勢說到大了 你不喜歡大陸 但中國大陸這個地方 或者這個景點 或者他一些死物 一山一石 一架火車 桂林山水那個山的水 長城那個長城 那塊石頭 我不是說秦始皇 所以我說的是沒有罪 你明白嗎 你不喜歡 可能你不喜歡政策 不喜歡一些人 政策怎麼出來 是不是人做出來 你不喜歡一些人的政策 跟桂林山水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你可以去看 你可以去欣賞它 我一直抱著這一點 當然大陸是否有些 當然一向有 我昨天才說完年度字 一定是日本的年度字 一定是二十多年 長期的一個字 騙 騙 騙 如果你說你回大陸的次數都比較多 但你從來沒有被騙過 要是只有兩個原因 要是你弱智的 要是你講大話 我告訴你 沒可能沒被騙過 你才學大陸人的口吻 你被騙就好 下次懂得怎麼騙人 這個是一個事實 到達文情不同 但你記住 他本身這個地方 我講他旅行 景點是沒有序的 你如果還是死手的 我不喜歡大陸 所以什麼大陸的東西 我都不喜歡 其實會令到什麼呢 你不喜歡大陸 大陸是不會知道的 老老實實 等於我們很簡單說 你生一個人 基本上那個人是不知道你生氣他 整件事只有你自己不開心 你一生氣就有負面情緒 你就會不開心 但有機會對方是不知道你生氣他 你想想 整件事多無謂 所以我覺得去旅行或景點是可以去 我意思是當你去得多地方 當然我是四十多歲的人 全地球當然不是去了很多地方 最遠你就當去天涯海角 蘇格蘭 我自己想去的景點 風花雪天涯海角那套戲 Kerry的景點 我想去 馬來西亞 南韓 大陸 曼谷 台灣 馬祖等 不是去過很多地方 問題我不是去過很多地方 我基本上以上的地方 去到一半的時候 當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 以上的地方去到一半 我已經領悟了一件事 我想很多人去完旅行都會知道 如果你去旅行不是那些 四天三夜吃買玩 無無謂的那些 你自己去旅行自由行 有些空檔時間 讓你真正享受一下 坐在那裡喝杯飲料也好 看看海也好 在一個城市裏可能你去醒 人們在觀察一下也好 跟別人聊天也好 你會發覺真的有一件事很老土的 世界真的很大 你不要局限自己 我現在不是跟一些深黃的人說 我叫你喜歡大陸 我意思是你暫時放下 你去多些地方 你可以不去大陸 你不喜歡 但你出去 去多些不同的地方 我想十個有十個 好像我這樣做的人 十個有十個 我最後都是跟我同樣的說法 就是世界真的很大 很多事情真的不需要這麼執著 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叫你喜歡大陸 自然你會覺得 我去到很早已經有這個領悟 我的領悟早到 我何時有這個領悟 我是跟媽祖走路 在台灣 走五日或六日 白沙團走到北港 我沒有走全程 全程要八日 走五日 然後中間有很多空檔 只是走路 最多和旁邊的人聊兩句 我享受自己獨自在走路的時候 你沒什麼做 你的腦袋就會想事情 我從中令到 這個世界真的很大 不是 這個世界真的很大 很多事情真的不要這麼執著 真的 很多事情你越看越去越多 你真的要去那個地方 你上網看片 看文章 聽別人說故事 沒有意思 你一定要自己去親身感受些什麼 你上網看片 他可能會介紹一些知名景點吃買玩 或者一些所謂深度旅遊 他不介紹知名景點 冷門一些的私房景點也好 都不是你自己親身感受 其實我要你做的一件事 我再說一次 你不喜歡大陸可以沒問題 你不要回大陸 你去多一些其他地方的旅行 自由行 當然前提安全 其實最容易你做到一件事 最快可以達到這件事 覺得世界很大 因為我去到哪個位置 就是世界真的很大 結果我去到什麼 你經常聽我沒有宗教信仰 但我經常都覺得 放下是一個最高的境界 我想我一輩子都達不到 我不是信佛教 我是買這件事 放下是真的很好 但我這些凡夫一輩子都達不到 再向上一格想 不知道向上一格做不做到 我不會刻意去做 隨便吧 沒有所謂 所以你經常聽我說 沒有所謂 再向前很多格 感染一些現代人的色彩 人做什麼 你做什麼 那些羊群心態 或者是入世 這個就是很容易 你都可能講過 說做過 但又做不到 或者做過 那些 經常都聽到的 斷捨離 十九幾年前 這個字在哪裏出 日本 不知道幾年前 香港無端端興這幾個字 以為很新的 說了十九幾年 其實這件事 斷捨離 其實就是很初很初 很初階的放下 所以 我再強調一點 就是 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做一個最簡單 做到什麼 而你可以想到這件事 我不是說 你去幾次 即是你達到放下的 你當然是厲害 你那條圍巾 當然是超過水管 如果你有意思去想一下 做一下這件事 我建議你去旅行 很簡單做一件事 你首要 你跟團都可以 但自由行很多 自己時間去規劃 自由行一個地方 安全最重要 安全最重要 基本安全最重要 如果你真的很少去旅行 未旅行過 我可以見 不是有私心 我建議你可以去台灣 至少言語上 你基本溝通到 你不懂得說國語有多難 你說香港式的國語 基本上都聽得到 真是你有能本事 說到別人聽不明白 寫字 都看得到 而且普遍他們都友善 你只要離開台北市 就行了 因為台北市始終一個城市 太過發達 很多人比較懷疑 比較懷疑 比較冷漠 之餘 很多人都在外地北上去 去台北找食 打工租屋 什麼都好 怎麼說呢 旅客最常去到一個地方 就是問路問野 但你想想 他們本身都不是在台北住了很久 他們怎麼回答你 回答不到你的時候 一個回答不到兩個回答不到兩個回答不到兩個回答 台灣人都不太好 不教人 你要知道台北 正如我回深圳去問路 很多北邊的人 南下來找食 哪會深圳的路 一種道理 你不要用香港人那一套 香港太小 可能十幾年前 你站在旺角尖沙咀問人 元朗那個大樹下 亂說 怎麼去的 可能人都會回答 你回答這個 亂說 70號巴士進去再問人 十幾年前 不是今時今日 那些人是坦了 只是Google Map Google Map 香港太小 所以他又能回答到 你在尖沙咀銅鑼灣 他也能回答 我元朗是怎麼去的 對不對 基本上 你就算痴呆 很新一套 出門坐巴士都不知道 你可能都會拿手機出來 立刻告訴他 你回答 就算你 一個遊客在銅鑼灣問你元朗怎麼去 你不是很聰明 你不是很聰明 你先過了海 怎麼過 坐地鐵 再坐東鐵 或者再坐轉車 你說到大廣 給他聽 基本上 你不會完全在銅鑼灣 有一個遊客問你 你怎麼去元朗 元朗我沒有去過 我不認識 你不會的 這件事是 外國真的不同 你不要用這個心態去想 所以你遠離 你可以去市區 但你未必好做到這件事 而且多數的遊客區 始終有一樣 全地球的遊客區都是一樣 一定是更加多 你會說白話的 就騙你了 那遊客不騙誰 看他有沒有良心 例如我去曼谷也有些地方騙我 賣東西 貴幾倍 問的士貴五倍 你那些神經病 走路不搭你 很愚蠢 曼谷坐那些電單車 我明知道你是假的 沒有號碼 後面是零零 真的有號碼 我照顧上去問他多少錢 你能回答我 照跟那個價錢 我便回答 你自己聰明 遊客區是會有這些 你預算是這樣的 就算他不是所謂欺騙你很多錢 都會比外面貴一些 你不可以用來比較 你不要說 遊客區吃了這個 你覺得吃了好吃就算了 你不要回頭去台北吃完那個 吃完那樣東西 你走了去雲林 然後去嘉義 你說原來嘉義運動這麼多 你又不要怨 我簡單點想叫你做的 多點去跟當地人溝通 所以不是叫你入門 你可以去台灣 你是否可以溝通到 大膽一點溝通 前提 你要放下所有香港人的習性 習慣 嘴臉 那些老諷 麻煩你謙卑一點 不只是謙虛 謙卑一點去問人 你要跟人溝通 當然有技巧 你不會見到一個很忙的人 你去聊他和他聊天 例如街市見到一個人在湯魚 賣菜很多人問 你不會去聊聊天 做生意 你自己懂得分 多點跟在地的人溝通 這個是最重要的 跟他們溝通 所以不是說 四天三夜吃買玩的團 你不是做不到 少一點 溝通完 最重要是溝通 真的溝通 完 你適時地找個地方 適當時候 坐下 people watching也好 喝杯咖啡也好 真的 你扮文青也好 所以叫你去台灣 他有這個氛圍 有這個風氣 扮文青也好 你在思考人生 在沉澱再放空 你應該去幾次 可能你去完台灣 去馬來西亞 日本 日本難一點 日本一去 你會去東京 大阪 那些 我 丁丁湯 我狂買 喪買 看車仔看玩具 日本要故意這樣 可能要去幾次日本之後 那些我去過 買慣買夠 不去 你反而喜歡去日本的郊區 那時候你可以放空 那你會漸漸 你可能會達到我 不是境界 即是達到我想 世界其實真的很大 真的不要局限自己 這麼井底 我強調多一次 我不是叫你去由此 轉態去喜歡 或者欣賞大陸 你可以保持著你的初衷 你的初心 因為深黃的人最喜歡 勿忘初心 勿忘初衷 我不是貶你這件事 我這樣說目的是為你好 因為我經常說這麼多事情 最重要是大家要開心 到時我就肯定是 已經放下了 其實不要這麼執著 這個世界 真的不要這麼執著 世界真的很大 你覺得你不喜歡大陸 大陸有很多事情你不喜歡 可能你去完一次菲律賓 去完一次北韓 去完一次南韓 每個人都不同 可能去完一次台灣 去完一次日本 去完一次新加坡 或西亞 你會發覺 原來低處微旋 但是還有一些地方 某一些事情是最壞的 你會改觀 真的會放下 還有人一世 基本上你有活動能力 能夠追趕跑跳碰 可能都是六十以上以下 當然有些人六十多歲 還可以去爬山 很靈計 基本上五十多六十 你出去玩也很早 已經合眼睡 其實時間已經不多了 你還執著坐在那裡 我不喜歡大陸 我不回大陸 怎麼逃跑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 對於你自己本身的人來說 我再沉起來 我不是誰你喜歡大陸 我也不喜歡大陸的地方 我才是為你的人 去多幾個地方 全地球量力而為 不是一定要去很貴很遠的地方 重點是去不同的地方和人溝通 了解當地的文情 越知道多東西 你會越發覺世界大 你就會發覺自己越渺小 自己越井底 自己以前那套價值觀 我喜歡些什麼 我懂些什麼 我生氣些什麼 原來是好無知 真的 真的 十個十個去完 幾個地方旅行以上的人 就有這個得著 這個是事實的 譬如我隨便舉些例 去日本 原來日本去吃 立食 站在那裡吃壽司 胡轉壽司 有些店舖就站在那裡吃 還要像我們吉串魚丹 吃完就走 還可以喝杯生啤 我看電視 不是的 吃壽司 最好是吃完一塊 味道由淡吃到濃 然後中間就要用生薑 朗口喝一口茶 再品嘗下一塊鮮味 點醬油 就要打側壽司 醬油要蘸在肉 不要蘸在飯 諸如此類 是有 這些可能是高檔些 但基本上 樹民、借民、平民 站在那裡吃完 就走 所以不介意喝啤酒 令到你百分百品嘗到 那塊魚的鮮味 別人的吃法就是 好像我們去吃燒美飯兩菜 吃飽 算了 搞那麼多 香港人不是的 吃個回轉壽司 坐在那裡兩小時 你會想 我隨便舉這個例子 你去完之後發覺 原來這樣的回轉壽司 是這樣的 港版的回轉壽司 在日本人當中是貼的 貼的貼 後來發明了一些扭彈隊 給你玩 好玩的 基本上是貼的貼 只是在香港坐在那裡吃兩小時 我隨便舉這個例子 你會覺得 原來去完之後 知道這些東西 你會覺得 是不同的 我們覺得它很珍貴 別人當垃圾 不是垃圾 隨便吃飽就算了 反過來也是 台灣人喜歡吃 港式點心 港式點心 是要去那一兩間 台灣朋友來到我 我帶你去普通茶樓 講疫情之前 我以下講的那些 不知道要撿了沒有 杜鄉 雄星 或者倫敦 一般是 又夠大間 樓底又高 冷氣又高 又舒服 又好坐又不逼 喝茶吃點心 他不是 喜歡去蓮香樓 地滑滑滑滑滑滑 你不去過你不會知道的 我的朋友通常會說 你要去蓮香樓沒問題 你自己去吧 昨晚去蓮香樓 好吃 或者去獎 不是頂太風 還有一間食點心目出名 我經常去深水埗那間 不是說他不好吃 有其他地方可以吃 然後到我約他出來 今天還要去喝茶 這裡好不舒服 冷氣舒服 那就是了 很多東西要去完 你真的要在地一點 跟人溝通 問一下 大膽一點 可能你亂去到 這裡有些 什麼食物 有些什麼好吃 你們喜歡吃些什麼 你就去一下吃一下 不是說只去看旅遊天書景點 或者以為很厲害的 私房口袋名單景點 不是 是要你自己 很悠遊狀態之下 很放鬆 或者 這期不是說放鬆 這期是說什麼 這期是說台灣的 潮鬆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說 潮鬆的那個潮鬆 潮鬆的音樂 其實幾多年前已經有 不知道 台灣這期已經說潮鬆 潮鬆 什麼都潮 潮鬆的 知道什麼潮鬆 你自己找吧 其中一個音樂類別 你要慢慢去感受一下 你就會發覺西街真的好 但是很多東西不需要執著 真的 這個對你自身是有益的 去旅行是很多得著 也都便宜去 貴有貴去 你可以住一千元一晚酒店 可以住二百元一晚酒店 或者睡那些陸架床 青年女社 什麼都好 或者不睡 你睡街也可以 或者睡網卡也可以 自己體驗一下 好歐蛇 當然現在說什麼沒用 疫情關係 去不了這麼多地方 當你開放一些地方 就去一下 真的沒有那麼多怨氣 去完你可能會發覺低處 還算低 有些地方比你更低 你所認知的事情 一件事你覺得很慘 自己生活在做很慘的事情 做一件很慘的事情 受到很慘的待遇 但當你發覺去到 比你更低的地方 你會覺得原來有人更慘 我 去一下吧 天氣說什麼 無緣無故說這些 我現在不是說這些 我正在說直通車 4.9時的預測 高空反氣旋 正為廣東西部 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本港下五部份地區 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下 今天又錯過了好天氣的行山 每個星期都是這樣 此外與偏東氣流相關的雲大正覆蓋中國東南沿岸 主賽 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後 晚間漸轉多雲 明天初時故步地區有一兩陣趙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介乎26至30度 初時吹微風 漸轉吹和緩的東風 離岸風勢清靜 想喝水懶得去拿 今天那篇預測又長 展望 隨後一兩日有趙雨 雨勢不是有時頗大 雨勢有時較為頻密 風勢頗大 星期日氣溫會逐步下降 星期日氣溫會逐步下降 星期日最低氣溫約19度 下週中期趙雨便會減少 現在是5.4 至5時錄得的溫度 30度 相對濕度72% 5時就告訴你 學熱天氣警告現時生日 多多補充水分 分區氣溫最低最高 落差都幾大 27 31 有沒有32 沒有 最低27 青衣和啟德跑道公園 最高31 打鼓嶺 石江 元朗公園 沒錯 今天說的是 所謂的警告 你不喜歡 心黃的 聽大陸的直通車 不要聽 你一聽到有什麼R.I.P 沒有就沒有 我不會回大陸 直通車對我來說 小時候有回憶 小時候很早 天空光有紅暗火車站排隊 回去鄉下 我鄉下很近 深圳 而今時今日 乘坐24座 16座 17座 半個小時就不用到 很近 小時候遠一點 相對路程 爛泥路 小時候乘坐綠色火車 小孩子要爬上去 小時候鐵路還有鋪石仔 紅磡火車站 回到時應該是大時大節 可能是家人工作關係 可能是拜山前後 過年前後 所以一定會在紅磡火車總站 外面打蛇餅 S型打蛇餅 圍著火車站排隊 沒有誇張 每次回大陸 是5時多出門口 這是真事 我乘坐綠色火車上去 有個人最記得說過 有個人托在肩膊上 拿著一個紅色 紅A的塑膠桶 不停吃雞腿 吃雞腿 然後賣雞腿 我的回憶就是這樣 還有綠色火車 不是回大陸 那時候 那些火車還有椅子 可以向前向後 可以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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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些 綠色火車 最記得的 平時不是乘坐火車 直通車一次都沒有移動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小時候看的直通車 經過火車掛由小了 看到大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真的沒有去Google 好像是白色底藍色間條 我是有這個印象 直通車給我的印象 白色底藍色間條 還有油冷氣 因為玻璃槍開不了 但當年搭過的大人說 裡面很臭 有多臭 我都沒有搭過 當然不知道 其次 另一種 不是直通車 但都當成為直通車 那小朋友 一經過就說 很臭 那些叫什麼 豬車 不是TOMICA 是豬車 現在沒有了 一個火車頭 拉著一些 可能用木 或用鐵 用木造的 木板 中間看到有些豬 很臭 豬車 一走過那個車 很臭 很臭 我通常不會拿著 豬車 現在沒有了 應該沒有了 怎樣運出豬 我不知道 可能有 我不知道 可能用大貨車運 小時候有豬車 僅此是這樣 直通車 如果我沒有記載 就是白底藍色間條 之後大概有搭的直通車 就是乘製直通車 搭得最多 兩層的 不知道是KTT 還是KKT 第一次搭的時候 很大鄉里 很厲害 兩層火車 我想起什麼 我是火車怪 上網經常看外國的影片 外國真的有兩層火車 現在終於有一次搭到了 之後不斷勁搭 故意買票 不好意思 其實我想坐下面那一層 然後賣票的人 通常不回答你 就行了 心想 這個阿叔有多低能 我沒有坐過下面那一層 又坐過上面那一層 或者還沒坐過上面那一層 只坐那一層 要試一下 很低能 故意去買票 但不上網訂票 對嗎 火車怪 做這些事情 坐過了 坐過很多次 沒什麼特別 如果不是這些雙層火車 就是普通直通車 普通直通車 我突然忘記了 是什麼顏色 糟了 應該都不是白底藍 都是綠色的 小時候我剛才在香港搭回大陸的綠色火車 就是我們的綠色 不是大陸的綠色兩種 大陸的直通車 好像都是深綠色的 現在不是收皮 早前疫情的直通車都是綠色的 車卡 好像是綠色的 突然忘記了 混淆了 有幾種顏色的 小時候我們搭回大陸羅湖的火車卡綠色 小時候我看到的直通車有冷氣 封著玻璃的 好像是白底藍色邊 今時今日疫情之前 那些直通車 除了KTT或KKT之外 好像車廂都是綠色的 好似的 我不太記得了 太久沒有去看火車和搭火車 我所知就是這樣 所以說 真正我沒搭過 就是我懷疑是白底藍色邊 看到這條題是什麼 百年歷史 直通車 細玩完 來自東方 東方的題目 一向都是這樣 當然 不停有人還在研究 哪個媒體 傳媒是黃還是藍 可能入了東方是黃 其餘01 紅色資本 深藍 其餘文匯都知道 依然會覺得 沒有蘋果之後 只有東方 諸如此 頭條新聞 你不要回到東方 那些 其實我一直不認同東方是黃的 你自己想吧 他的Marketing 我用語言去包裝 東方的Marketing 做得比01好 就是這樣 最簡單來說 所以 你想回我以前說的 我都不看新聞紙 不看新聞 那些新聞全部側面 這些你明白 自己想吧 這裏說 疫情之下 中港通關無期 第一句 他要做給你看 他是站在黃 那邊 他寫東西一定是這樣 我不會幫他過濾 我照讀 海陸跨境運輸幾乎停擺 好了 連遇百年歷史的直通車 亦可能完結 你聽這幾句 你聽得出 他的向是 他想帶給你的風向是怎樣 他想帶給你的風向向左 向右 跟他實質的底 他人的本質是怎樣 他本尊是怎樣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你要記住 要不要中這幅 好了 廣深講高鐵通車之後 最初我想 為何直通車玩完 怎麼回大陸 難道疫情不用回大陸 疫情之後 我忘了原來有高鐵 這樣就解決了我所有的疑問 我最初聽到那件事 沒有直通車 那疫情通關之後 回答什麼 一定要去羅湖轉車 原來有高鐵 我完全忘記高鐵這件事 搶走直通車部分的客員 隨著內地 以於東莞市唐下鎮 增設接駁路軌 原來是這樣 雖然我身為火車怪 我也不知道 令高鐵從香港西九龍站開出之後 取道新線可以直搭廣州東站 連通瑞港兩地市中心直通車頓室固有優勢 盛傳港鐵有意短期內解散直通車營運部門 這篇新聞是4月29日上5.9 他說是盛傳 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這篇新聞 這篇新聞發展在全盤考慮 直通車沒有了 二時回憶也沒有回答過 當然就算他不取消 我要回答二時回憶也沒有 因為現在直通車也不是我小時候回答 看那種顏色 我懷疑是白底藍邊那一隻 那個車廂 所以我怎樣都拿不回回回憶 怎樣都沒有 更加不要說豬車很臭 繼續 現時直通車有三條路線 讓我溫故資深 分別來往紅磡站至廣州東多人答 我常答也是這個 有時去廣州東 有時去什麼 知名嗎 東莞 不是 精細一點 有時去廣州東 有時去什麼 常平 不要說這麼多年 早十年八載有沒有人統計過 去常平的香港人多 還是去廣州東的香港人多 哈哈哈哈 應該都是廣州東的 你回去多都知道 廣州東站和南站 差很遠的那些 實際是否說到這麼恐怖 兩個站我都經常出沒 廣州南站是比較雜的 但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怖 因為我以身份的觀點是什麼 騙子這件事 我回到大陸 我舍過不少 去到這些認識的 但都要保持著警戒之心 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認識 什麼都試過 什麼都被人困過 什麼人都被我困過的時候 就懶惰 不要 回到大陸 永遠保持著警戒的心 一個關 我不管哪個關口過 深圳也好 麻煩你立刻變身 我沒有教壞你 立刻變身 西面和黑面 你不要走過來 我不需要你幫助 我已經不會幫助你 你不要問我 我不會問你 你不要借火機 我不會借火機給你 你不要請我吃煙 我不會吃煙 是要保護自己的 今時今日 疫情過去了兩年多 我沒有回大陸 兩年多 會不會變 應該都沒有什麼變 可能是廣州東 就 學做文明人 文明過廣州藍吧 其中一條就是廣州站 其中廣東線的廣州東站 位於廣州市中心的天河區名 然而廣深 香港高鐵於2018年9月下巡通車 我沒有回答過 真的沒有回答過 雖則其廣州藍站位於廣州市交的番茹區 鄰近佛山市 乘客要轉成其他交通工具 才可以到達廣州市區 但由於高鐵車速較快 營搶走直通車部分客員 他在這裏這樣寫 還記得記不記得 開幕的時候 2018高鐵有很多新聞出來罵過 講過 有什麼理由你高鐵站在廣州藍 佛山 我去到廣州藍 我們要轉一輛車 先去到天河 廣州東站那邊有人搭 現在他告訴你 由於高鐵車速較快 結果仍然可以搶走部分客人 即是說他不介意先去廣州藍 再搭乘車去廣州東 所以 只是習慣問題 而且早前你整條鐵路的時候 就印證了香港人一件事 什麼都要罵 什麼都要罵 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當然到今時今日 就不會有人拿出來說 只有我在這裏說 不會有人拿出來說 當初你不斷勁罵 說你高鐵站在那裏 當然如果你是火車怪 你熟知那些 真的有留意火車 你就明白 從來高鐵系統 那個系統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基於他起路 起鐵路 顧及附近的民居 即是有人抗議你建一個站 諸如此 如果你碰到環保的話 更麻煩 即是台灣這樣 環保問題 環保的議題更麻煩 你的站脫路都不知道怎麼搬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高鐵站 其實你不要說 你說近台灣 加爾還是什麼 他有一個站很有趣的 加爾 我不記得了 你自己查吧 例如台灣的高鐵台北 高雄左營 加爾站好像不在加爾 並不知什麼 一個站是這樣的 你由上個站下車 再乘車進去加爾 好像是加爾 你乘車進去加爾 比加爾高鐵站下車更快 他們很多時候起的站 被迫要是這樣的 全地球高鐵都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真正明白 簡單來說 你的市區區已經建好了 突然我現在在彌敦道 建一條高鐵 當然不行 明不明 高鐵經過旺角 可能建在海皮 建在上海街 再外面 再外面 然後你就會說 你那個高鐵站在旺角 在上海街 外面 再外面 填海 我要走入西洋賽街 走成九個字 怎麼搞錯 那你就罵 就是這樣 港鐵網頁顯示 城製客運 輕鐵和巴士載客量 由2018年9月約1900萬人次 持續下跌至前年封關前已下跌 1400萬人次 同期高鐵每日客量 即由36萬人次 增至103萬人次 你會計算 數字 數字 就這樣寫 先告訴你 由1900萬人次跌至1400萬人次 這個包括輕鐵 巴士 乘製客運 即是KTT 直通車 由1900萬變成1400萬人次 接著高鐵同期 由36萬人次增加到103萬人次 數字遊戲 你明白嗎 數字 數字的藝術 簡單來說 幾樣東西加起來 由1900萬 由1900萬跌至1400萬 很多 然後由36萬人次增加到103萬人次 又很多 老實說 1900萬跌至1400萬是包括幾樣東西的 輕鐵巴士和乘製客運 下面只差高鐵 文字藝術 如果分開乘製客運獨立 輕鐵獨立 巴士載客獨立 你會不會由1900萬跌至1400萬 那個比例 你自己想 好了 交匯署啟用高鐵有望 直達廣州東 不過內地早年動工興建的金心鐵路 金 應該讀金 金州 早前不知為何很離奇 早很多年 是不是金州 那個旅遊點 經常在巴士說 金州旅遊 你不懂得讀這個字 你讀了什麼字 最簡單 很多人都讀昂字 昂居昂 經常說去昂州旅遊 金州 好像昂居昂字 並於廣東省東莞市唐下鎮設站 以及興建西北雙向聯絡線 這些你聽起來很悶 是我的火車怪先 一邊讀我一邊有畫面 我好像一條線這樣走 連接深圳北至唐下 再駁入直通車廣東線的路段 該位於唐下的交匯處已經啟用了 理論上是可以令到由香港西九龍站開出的高鐵 抵達深圳北之後 經聯絡線駛入直通車廣東線的路段 直達以往只有直通車能到達的廣州東站 明白嗎 西鐵 東鐵 不是 糟糕 高鐵 一向是廣州南 剛才說那些人罵 去不到廣州東 現在有些人說習慣了 習慣了問題 現在告訴你不是 理論上其實是可以由西九開出之後 去到深圳北站之後 當火車轉線 轉轉轉很有趣的 轉轉轉轉 轉去平常 由深圳上去廣州東那條線 接著可以直達廣州東 理論上是可以的 當中沒有說那麼容易 是很複雜 理論上是可以的 下一段 全議庭雙層九廣通檢查維修工序 我剛才說搭過KTT或KKT的雙層火車 沒搭過大鄉里 鑑於直通車的功能可能被取代 有傳港鐵可能在短期內永久取消直通車服務 更有消息指港鐵近日已暫停雙層九廣通列車的行常檢查 還有維修保養工作 並暫停採購用作維修替換的零件 所以看到這一點就是R.I.P 小時候搭不到白底在南邊 現在內容市故意搭完大鄉里 很大角色 很厲害 雙層火車愛國車 現在都沒有 如果沒有可不可以留一卡 放在大埔、上水、粉嶺那些站附近 我建議 多建一個火車博物館 話說回來 大埔火車博物館 我從來沒有去過 上次行山經過有意思去一次 它沒有開的 剛好就是 那個雙層KTT還是KTT 可不可以找一個地方放在那裡 讓我尖養為傭 不是 讓我摸它看看 我想不會的 應該未必會理會你 未必會有這些行程日誌 放一些舊的火車頭 舊的火車卡 放一個雙層火車卡 讓我看看 噢不要回答了 說停就停了 至於近來傳出短期內會解散直通車客運部門的消息 雖然尚未證實 但部分員工在疫情期間已被調往其他部門 種種跡象 或反映出港鐵已經停運做準備 消息人士又說 即使直通車永久停運 相信有關員工應該會被安排到其他部門 未必會出現大規模解僱 我都覺得未必港鐵來計 應該是需要這麼多人手去做事 應該都未必真的會解僱 兼且我覺得 他請了兼職員工令計 即是那些早上推你 不是推你上火車 即是維持秩序的令計 基本上我覺得他裏面做得港鐵 無論是東鐵也好 地鐵也好 都是專業人士 不會輕易解僱 輕易解僱員 我意思是沒有明明請人 我意思是 只是一個專業 不可以爬爬烏 任何一步都不可以錯 你錯了很嚴重 輕則是鐵路癱瘓 重則是炒車 人命 下一段是議員預計 他說未來往來中港的跨境列車 可以在香港西九龍站一併處理 屆時高鐵除了有原定開往廣州南路線之外 除現正在廣州興建的緣線交匯儲落成 更會有開往廣州東站 即是有個議員預計 其他路線人手不觸港鐵就說無意裁縣 運輸及房屋局回覆查詢時 未有正面回應取消直通車的傳聞是否屬實 僱只會繼續密切留意兩地疫情發展 適當時就會恢復跨境列車服務作全盤考慮 港鐵回覆時也未有證實有關消息 僱表示承制直通車相關服務安排如有調整會適時公佈 真名叫承制直通車 經常叫他KTT還是KKT 記住不只是KKT或是KKT雙層 他有普通不是雙層那些 有的 兩款我也答過 故意去答兩款不同 港鐵又止 一直安排直通車員工接受培訓 以及調配到其他崗位繼續工作 包括其他車站、羅湖編組站 和參與東鐵線過海段的準備工作等 由於近期本地鐵路線及其他部門需增聘人手填補空缺 故希望藉此機會協助有意尋求其他事業發展的員工 尋找合適的工作崗位並非裁員或削減人 即是說他基本上不會裁員 未來有不停會開很多線、很多站頭 很簡單低能地去想 你多一個站頭就要多些人做事 你又撥掉撥回那些人做事 低能地去想 基本上是這樣 港鐵城製滴爭車前身為九廣鐵路 不是現在都叫九廣鐵路嗎 我一直以為叫九廣鐵路 原來沒有這個名字 地下鐵路就為你服務 有沒有聽過這個廣告 不是叫港廣鐵路嗎 沒有了這個名字 於191年全斷通車 公市民從九龍直達廣州 但員工後緊五日便爆發辛亥革命 及後再受抗日戰爭等事件影響 服務一度長時間中斷 直到什麼時候 1979年才恢復正常運作 九廣鐵路 越成斷越 很悶 如果你不是火車怪 我覺得沒得搭 有些可惜 以後回大陸要搭火車 除了你搭到羅湖轉車 如果你搭到基本上去東莞 沒有人是基本東莞 除非你還有一間廠 還不是回去打哥爾夫球 你知道嗎 以前回東莞打哥爾夫球 都是打哥爾夫球 回去看一間廠 都是看一間廠 不過多些餘慶節目 就是在廣州 直接在廣州 回到廣州 不乘直通車 多數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調查 回大陸 就是這樣說 回大陸 三個陸 又不知道什麼是三個陸 回大陸 知道就算了 基本上是乘去羅湖 再在羅湖 過深圳再自己轉車 直通車 我想相對少於羅湖 我猜應該是 但沒有了 幸好我搭過 廣州也搭過 張木頭也搭過 常平也搭過 雙層也搭過 普通的也搭過 沒了也沒辦法 反而高鐵又不是很 不是很狠直去搭 因為它都開了放在那裡 它又不會無緣無故 遲些有機會才搭 我最初不第一時間 衝去搭 作為一個火車怪 港鐵 地下鐵路 國通鐵 開了啡色線 馬鞍山大圍串石山 我第一時間衝去搭 我沒有告訴你們 我沒有拍照 沒有打卡 因為我覺得這個行為 太低能了 說人家喜歡巴膠 喜歡巴士 鐵膠 喜歡鐵路 我故意去搭乘一次 車廂很新像 沿途風景 我有拍照 我拍給自己看 沒有鋪出來 沒有打卡 我聽到有人說 你真的搭到 你喜歡病 你低能 你別管 我去 我已經不是第一個 電視機拍到的 那條啡色線 不記得 鑽石山 我已經不是第一班 頭班車走 湧著搭的人 我是什麼時候搭 我沒有說過 其實我也是第一天搭 不過我是下午 哈哈 還拍了我 是什麼大機拍照 無反 你第一天不拍 第二第三天 開始去那條線 沿路拍照 人家可能覺得 這個人又不是遊客 看樣子 拍什麼照 你是不是拍別人的裙子 你第一天去做這些 大家會覺得 這條線新開的 這個人開機來拍照 很正常 所以要捕捉那個第一天 當然第二三天都行 你漸漸過去了一條線 開一個星期 或者一個月 你才去 遊客 什麼都拍 連售票機也拍 入閘機也拍 電梯也拍 站頭的站牌也拍 在月台走到 月台走到 左邊 盡頭又拍 然後特意走到右邊 我想閉路電視 這個人很可疑 哈哈哈哈 但如果你第一天去做這個 人家會覺得 這個人喜歡火車的 雖然你看到幾十歐 但這些人喜歡火車 這些都是男人 鐵路迷 說好聽一點 不要拍到幾十歲 所以要盡量搶先 頭幾天去 哈哈哈哈 可能路人見到你 又沒有那麼奇怪 甚至乎你會看到 一些同好 有些幾十歲的 阿叔 像我一樣 去拍火車 大家有同好 心會舒服 大家都在拍攝 可以交流一下 雖然不會交流 你的心會覺得 不只有我一個人 做一些低能的事 可能你普通人會覺得 你有什麼拍攝人家的滅火筒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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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車廂裏面 很新正 很闊落 很光 那個白符手 又不同 甚至乎 那個顯示板 電子顯示板 很漂亮 你頭一天去拍 沒有什麼人會怪你 你過了一個禮拜 在車廂裏面拍照 哈哈哈哈 這個人怪叔叔 哈哈哈哈 所以沒有了 高鐵就遲些 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一開始起我 我為什麼不回答 我是怕死的 哈哈哈哈 我好像有說過 因為他那條高鐵 是比起平常 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高鐵 起好的 速度 出奇地快 哈哈哈哈 我有少少擔心 作為一個火車怪 我很簡單地說 高速鐵路高鐵 建好鐵路鋪完下去 是要做一個很重要的程序 太專業 我不告訴你 簡單來說 鋪那兩條鐵路下去 當然不是鋪石仔 那兩條鐵路 你用兩條鐵路 這樣 撞到地上 是要撞到後高鐵 是要給一些時間 類似沉降 那兩條鐵沉到底上 不是你肉眼容易見到的 慢慢地沉下去 簡單來說沉下去融合 一定要有這個步驟 但是香港那條 好像這個步驟 我不敢說它沒有 哈哈哈哈 好像很短 還是不知道 總之我覺得不安心 先看看 現在隔開疫情的話 2018年多都沒有事 我又沒有去查過真實數據 就是它究竟 開到速度多高 當然它寫出來的線稿 我們速度可以去到300多 那些 我反而會擔心 如果你真的開到2、3百 我不會回答 因為如果你簡單說 那條鬼不沉下去 不做這個步驟 就去日常營運呢 哈哈哈哈 最壞打算 你當是看電影 或者當我說 這輛車開得太快 是會飛起的 整輛飛起 好像銀河鐵道狗狗 那樣向上飛 哈哈 但是向上飛 那輛高鐵會跌下來 是會死人的 哈哈哈哈 其實不止西九這條 大陸整條高鐵都是 所以我一路就 免得我不去搭著 看定一點 那為什麼這樣也要這樣做 可以有一個Plan B 你只要車不要開那麼快 相對就安全一點 如果我告訴你 你開過250 那些 你付錢我都不去搭 你明白嗎 好了 過了年多 會不會真的像我所說 那條鐵軌沉降 沉下去 好一點 這個就相對想正常會是 問題我最擔心是 他輛車開得多快 我真是講白一點 簡單來說 開了這麼多年 兩年四年 你當兩年為什麼 因為中間疫情 或者大陸高鐵開了這麼多年 很多地方 加空路 新建的那些 都開了這麼久 要沉下去 其實我講白一點 所有大陸高鐵 如果讓我知道 它真的開得超過250 我想我是不會搭的 你告訴我 我們的鐵路刷新紀錄時速300多公里 我寧願你那篇新聞是假的 你明白嗎? 我是真的怕死的 如果平時的直通車乘回去好像是100多 很少碰到200 現在平時我回答那個直通車是在走平時的鐵路 不是高鐵新起那條 不知道有機會我會回答 還有他剛才那篇文章有一點提到我 我忽略了好像疫情前 我不知道他還有這班車 現在有沒有要上網查 我一直以為沒有了 我意思是由紅磡直到北京 我一直不知道有這班車 我以為已經消失了 不關疫情事 疫情之前 我已經以為這班車消失了 我以為可能要去廣州北 廣州南 深圳南還是深圳北 有一個地方轉去北京 是否武漢 我忘記有一個轉車點是轉去北京 我以為要去那邊轉車 如果他不是的 傻子 一向還有這班車由香港 紅磡去北京 那我更加想搭這一架 你到底是紅磡上車 下車就是北京 當然中間要不需要轉車 我不知道 要停車就接近了 可能要轉車 我不知道 但形式上 說出來就是 紅磡上車 北京下車 如果現在取消了什麼都沒有 就不能回答 因為我都說過 剛才很早一開始 旅行的地方 去多一點 你就會眼界 擴闊一點 擴闊一點 我會去的地方 是什麼 如果排時間性 可能排到很前 因為身體健康問題 西藏我經常說去的 青藏鐵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的 身體不夠健康 可能有什麼高山反應 諸如此類 我已經四十八九歲 有吸煙人士 可能再過多五六年 身體更差一點的時候 你去不了 可能真的下不了火車 要回頭 那就無謂了 趁要早去 有得去就去西藏 第一個 其次如果只說大陸 萬里長城可以遲些 西藏是最迫在微節的 這個是 這個是 其次與西藏並駕齊 逼狀微節 這個反而是 我去過一次沒有嶺 但我未去過玉山 但這個就更麻煩 要申請入山證 我就要找台灣那邊的真正爬山黨帶我去的 不是你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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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屋要訂 要真正勁人才能帶我去的 在說爬玉山 單純一個公頂回來 對我來說都很難 有高山地區 又下雪又氣溫又冷 諸如此 又很難 不是你想像 不是你去爬釣魚翁 那麼簡單 不是你紅花嶺 不是那樣東西 你還要申請 又有人帶你去 那些人還要有空 那你還要怎樣夾錢 又要預約那些山屋 去之前我還要做準備 我不是說飛過去 明天你就和我爬玉山 就算你申請 我都要做練習 可能我之前那個星期 我都要輕輕去爬七星山 走橡山 或者跑步 做一下準備 不是容易的 不是容易的 相對 我去西藏 就只是一條青藏鐵路 去到好像有一個站 那個站是中轉站 你好像是去到那裏 你下車 你適應一下 你不行就不要勉強 在那裏回頭 是這樣的 但玉山不是 你要走路 這兩個是要去的地方 其餘那些可以連掌 都還能去到的地方 就慢慢來 比如桂林山水 甲天下 就慢慢去 萬里長城 就慢慢去 很多地方 上海灘 就慢慢去 北京的胡同 我經常做夢 吃過饅頭 喝熱豆醬 你老在都可以去的 反而這個 最迫在未切 就是雙冠軍 就是玉山 和西藏 因為地理問題 很長 沒有電 今天就說到 今晚多個 J媽媽小營 時間都關你 按讚 訂閱 分享 按鈴鐺小鈴鐺 什麼都好 看看我拍不拍那條 開箱文 加上BB班 TOMICA 下次再見 就是這樣